台北马拉松为了迎接国际选手 在防疫期间每个细节都没有错过 那在来台隔离的14天呢 也安排入住了防疫旅馆 只是跑者的房间有什么不同 我们现在全副武装带大家一探究竟 口罩 防护衣 手套和面罩 选手来到防疫旅馆一样都不能少 不过对精英跑者来说 来台隔离都不是问题 但不能外出该怎么维持训练 主办单位也有贴心准备 选手进来前都是经过这个筛检 检验通过之后才入境 然后入境到国内的时候 就直接送到这个光船局 核定的这个防疫旅馆 进行隔离15天 再出来前我们会进行筛检 然后确认它是没有问题之后 然后再出关 然后参加这个我们的行程 不过他们当然还是还有点迟疑 因为要被隔离15天 那我们就跟他们讲说 其实我们已经帮你们做好准备了 我们每一个房间都会摆跑步机 选手的房间我们都会摆了高蛋白跟氨基酸 因为这个是马拉松选手必须的东西 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子感觉上规划的还蛮妥善的 他们就意愿又更高了 菜单部分我们有请营养师协助我们做这个规划 然后房间的部分因为有要放跑步机进来 所以我们其实在楼层的部分有做一些牺牲 因为跑步机它的声响比较大 所以我们在它的上下左右 房间全部都是停卖的 那主要就是让选手们可以很安心的 在房间里面做这个练习 防疫训练和营养全都兼顾 不只是要让国际精英选手有好的环境准备比赛 更要让参与12月20号台北马拉松的所有跑者们 都能安心没有顾虑的健康晚餐 外团新闻参谎报道